哈囉 歡迎來到生皮C5度 我是米菇爾 沒錯 悲悲又食言了 聽說不能去健身房讓他胖很多 不只沒有把卡洛索當的稿寫好 又教我這個教室迷來介紹羊肌球員了 回歸正題 當初是透過Chamman交易案 從小熊隊換來的主菜 2017年評比為百大星秀第二的超級大物 順帶一提 當時評價還是防守優先的遊擊手 你沒聽錯 首輩優先 不過登上大聯盟後最先看到的是他的打擊能力 2018年總計出賽123場 攪出24轟121WLCPLUS的表現 在季後的新人王票選上 僅輸給大谷翔平跟隊友Miguo-Anduha 隔年完全沒有撞牆旗 長達火力更上層樓 整季攪出38轟 放眼21世紀的遊擊手 只有ERA單季全力打比這個數字更高 那時所有的機迷一致認同 拖天子就是羊肌的未來 未來10年的主戰遊擊手 後來大家都知道了 縮水賽季的一切都糟透了 對Torres來說也是 除了48場卻只有3發全力打 長達率從前一年的5x35下降到3x68 防守的問題也因為打擊不正而被放大 到了今年依舊沒有什麼起色 所以Bandman想藉由這支影片來解析Torres 攻守兩端還是不是機迷們的拖天子呢 首先我們從打擊開始分析 打得不好還是得先看看運氣的好壞 之前都是分析投手為主 打者的話運氣指標一樣可以參考Badpip Torres縮水賽季至今的Badpip是3x04 稍微高於聯盟平均 再來可以檢視X-Worba X-Worba是透過擊球初術、仰角、跑術 以及擊球型態去計算出的Worba 也稱之為預期Worba 而Torres這兩季的X-Worba是3x29 比他實際打出來的3x17是好上一些沒錯啦 以Torres的打擊型態 Badpip稍微偏高可以理解 就運氣方面來看成績還能比現在再好一些些 然而Torres在18-19賽季的X-Worba都更加優異 看來是有其他原因造成打擊低迷 接著來看Barrel Barrel是指以擊球速速跟仰角來看 安打機率在5成以上 而且長打率超過1.500的擊球 當然擊球速速越快 形成Barrel的仰角範圍也越大 舉例來說 初速99英里的擊球 要落在25-31度的仰角範圍內 才符合Barrel定義 但是當初速來到116英里的時候 舉凡落在8-50度通通都算 所以Barrel%可以視為打者擊球品質的好壞 過去4年聯盟平均是6.8% 而Torres前兩季都超過9% 但在去年卻跌到3.7% 也是聯盟後段的表現 今年雖然稍稍回升到5.2% 但擊球初速出現巨幅的下滑 平均85英里要排到倒數第五 與Need Magical David Fletcher這類巧打型的球員相差無幾 我必須說Magical跟Fletcher都是好球員 一技大約可以做出3W的貢獻 絕對是不可多得的先發球員 事實上 他們兩人與Torres小聯盟時期的評價較為接近 只是前兩年的打擊型態 已經完全脫離當初的模板 此外 Magical跟Fletcher都是Contact魔人 兩人的Contact%都超過9成 分居今年的一二名 至於Torres生涯最佳也才77% 想要以這麼低的擊球速速生存在大聯盟 可要好好想想了 這兩年打擊也不全是變差 不然WOBA不可能維持在聯盟平均的水準 很明顯Torres的選球有所進步 從這張圖可以明顯看出三陣保送比 從聯盟平均進步到前四分之一的水準 不過與其說是選球變好 不如說他過度有耐心 相較於18-19賽季 出棒率Swing%大幅下滑 從原先的五成以上降到這兩季的43% 使得追打壞球的情況也減少 那又為什麼說是過度有耐心呢? 除了Swing%之外 第一球出棒率由35%降到27% 之所以第一球對他很重要 是因為Torres生涯面對第一球就攻擊的WOBA有0.385 前兩年甚至達到了0.412 放棄的打最好的第一球明顯不是適合他的理想策略 過度有耐心造成的第二個問題 是放掉好球袋內可以攻擊的訴求 當投到Hard的位置 出棒率在18-19年是77% 去年則是下滑到72% 雖然不到5個百分點的差距 但這些球平均能產生0.481的WOBA 選擇放掉真的只是讓投手逃過一截 此外 過度有耐心帶來的壞處還不僅如此 想要把球跟得更近來的想法 也破壞了Torres的打擊機制 在分析打擊機制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像他這種身材的球員 無法向Stanton使用必瑣式的戰姿 也能將球打個老遠 Torres需要高抬腿加上強力拉打來產生power 生涯前兩年的拉打率都高過聯盟平均 拉打製造的擊球初速皆超過90英里 接著我們拿19年與今年4月的打擊動作作比較 我特別挑了觸差不到2英里的訴求 而且都投到比較紅中的位置 可以發現Torres今年的抬腳時間拉得更長 左邊前腳碰到地板時 右邊還懸在空中 這導致球都進到本類板 重心才轉移到前腳 而且為了追求拉打 身體提早打開 手卻沒有跟上 倉促完成後續的動作 無法產生足夠的power 我想淨賠莫若的擊球初速就是最好的解釋 此外 從打進球場內的樂趣可以發現 由於把球跟得比較近來 打到反向的比例增加了 面對四封線訴求時的狀況更加嚴重 這兩季面對四封線的窩把僅0.285 遠低於之前的4x77 合計只打出6發拳雷打 更只有新秀年的1 3分 打擊機制的崩壞 讓他連最基本的訴求都難以掌握 說實在 能夠提升選球能力絕對值得獎勵 但因此犧牲掉power 那可就真的得不償失了 兩季教練團的首要任務 就是幫Torrus找回信心 即便會空次數增加 也不能減少攻擊的慾望 畢竟我們要看到的是 單季30轟的明星遊擊手 而非只是個打擊率跟長打率 都差不多的角色球員 如此一來打擊機制的問題 也能一併改善 接著 要講各位引頸期盼的防守了 我想機迷對Torrus的期望 絕對不是什麼金手套 或是Anderton Simmons的手臂 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如果他能交出120WRC Plus的火力 只要手臂不要像今年開季這麼破爛 天天登上New York Pros讓大家公審 其實都還可以接受啦 Torrus這四年下來 最為人詬病的絕對是手臂的穩定度 低於聯盟遊擊手平均的手臂率 我想是不怎麼意外 但切記 看手臂率最容易誤判的是手臂範圍 畢竟撲不到球 就沒有手臂失誤的可能囉 那就順便介紹一下OAA OAA 關於OAA的定義外野手簡單很多 只要看接殺的可能性 就能算出這個數字 而在內野的部分比較複雜 要考量到野手需要移動的距離 移動所需的時間 跑者與目標雷包的距離 如果是封殺狀態 還要考慮到跑者的平均跑速 去校正手臂的難度 最後再算出選手的手臂 與同位置球員平均手臂率的差異 得出到底是比平均優異或是差勁幾個百分點 簡單來說 如果漏掉越容易處理的球 也會扣越多分數 而使用OAA的好處 就是會考慮佈陣等特殊站位的情形 在19年TORUS在游擊區 佔了77場比賽659局 相當於半額球技的工作量 OAA則是-2 在符合出賽數的35位游擊手中 排第20名 如果只看TORUS站在傳統定義的游擊區 也就是二三類之間的話 他的OAA剛好是0 在正常位置不以防的情況下 他的表現是沒有拖累球隊的 可惜去年跳到-3 也是聯盟倒數的表現 儘管影響手臂的變因很多 會讓數值出現浮動 何況去年也不是完整賽季 而今年開季前10場比賽就累積到-3 也是讓他被錯罵的原因 索性之後50場比賽繳出正職 正是可喜可賀 希望他接下來能保持信心啊 看一看傳奇隊長Derry Jeter 防守範圍小又如何 反手跳船依舊是球迷心中的經典 但往二雷方向的撲接就不予置評啦 要比較TORUS的手臂 扣除掉當時數據還不發達的Jeter 我們就來與滴滴做比較 滴滴從有OAA的紀錄到離開陽機 雷擊-37是全聯盟游擊最爛 即便TORUS的比較基準是表現最差的去年 滴滴所小出的-6仍舊難以超越 所以說滴滴的防守機迷都看得這麼高興了 那TORUS的手臂根本已經是大升級了 TORUS跟Jeter都有出現單一方向守得比較好的情況 只是相較Jeter是面對身體右半側守得比較好 TORUS的情況則是左半側 而除了改善對三雷來球的手臂外 還有兩個影響TORUS手臂的關鍵要素 毫無疑問 如果三壘側站的是Matt Chapman 二壘是Corton Wong這種等級的隊友 幽擊手的負擔自然減輕很多 陽機二三雷的工作主要交給DJ LeMahieu 跟Geo Arshela分擔 事實上兩位的防守都在平均以上 只是以方向來看 兩人王幽擊方向的防守都不出色 所以TORUS在可見的未來內還是得靠自己 另一項則是TORUS能夠最快改變的 我參考了紅雀游擊手Pau Dian的站位改變 他從原先的左右都很爛 變成能夠Cover大量靠近二壘的球 雖然站位平均移動並不多 但效果十分顯著 而同樣是右側防守不佳的TORUS 也有機會透過站位去提升自身的防守價值 想要接一下手背的部分 TORUS在游擊區的手背大概是聯盟平均 隨著他的信心提升加上站位做調整 還是能夠達到平均以上的水準 老實說羊姬也沒有能夠頂替的人選 至少未來兩年的主戰游擊手 依舊會是GLABOR TORUS 好的 關於GLABOR TORUS的分析就到此告一段落 看完影片後 你覺得TORUS還是基因你們口中的拖天子嗎? 羊姬還需要對他抱有期待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防疫期間在下看生皮 安全用來增加棒球知識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追蹤我們的FB的鐵粉社團 同時追蹤我們的Telegram還有Instagram社團帳號 這裡是生皮11 5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